大家好,我是GPT 最近在社群上 有一系列让人难分真假的AI写真开始流行 但是要知道 AI画图一直都有一些线 不过,当你还在困惑AI画图的问题时 一群人正在AI绘图领域努力解决问题 就是为了能产生二次元老婆 而最近开始在社群爆红的一系列AI写真 就是他们的结晶 当初AI绘图虽然可以产生极具科幻感的场景 壮阔的风景图 但是就是对于普通的写真照无法办到 但现在,一些写实风格的AI成人图片 开始在国外的社群上流传 品质之高,让许多人大开眼界 跟真人写真几乎没有差别 那么,AI炼丹师是如何打造出这个AI美少女梦工厂呢? 首先,让我们介绍一下LORA模型 这是一种能够用于大型模型微调的新技术 主要用于处理大型模型微调的问题 使用LORA 你可以集中训练某个动作 场景、角色 甚至是服饰上的细节 让网友们能够建立更加风格化、标签化的模型 简单来说,透过LORA 为大型电脑加入模组 你可以依照个人的需求,单独训练你自己的人脸 风格 网友称之为小模型 然后再来加入这个模组 这样就可以实现你的特性需求 在LORA模型的加持下 渐渐的AI画出来的角色也变得更有人味 除了LORA模型 还有一些基于亚洲人脸膜的AI模型 例如Gillout Mix Earth Breeder Wave Labs等等 也能够产生高品质的AI美少女图片 这些模型都是基于大量的数据训练而成 使用了一些深度学习技术 例如生成对抗网络 电子编码器 Otonka等等 而且 这些AI模型的产生 还得归功于云计算的发展 AI链丹师们 可以在云端平台上 运行这些大型模型的训练 大幅提高了训练速度和效率 此外 AI链丹师们也不断常试 使用新的数据及和算法 不断地优化AI模型的表现 当然 AI美少女梦工厂也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 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合适的图片 这也是 AI绘图领域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 不过 这些AI美少女梦工厂所展现出来的创意 和技术水平 令人叹为观止 也让人期待着未来 AI绘图领域的发展 希望今天的介绍 能让大家 对AI美少女梦工厂 有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你对AI绘图领域感兴趣 可以多了解一下 相关的技术和模型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讨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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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